汽车降价正式打响 参与的品牌越来越多 为何今年都杀红了眼 50个热搜 关于汽车降价的信息就占了三个 甚至连一线豪华品牌奔驰也开始降价了 而且降价幅度还不小 到处都是汽车降价的信息 这充分说明今年的汽车市场是史无前例的卷 不少网友担心一个问题 虽说降价能取得短期销量 但是不利于长久发展 因为降价会损坏品牌信誉 降低品牌定位 正所谓降价容易涨价难 万一以后涨不上去怎么办 其实大家有点起人忧天了 我现在穷的都吃泡面了 你跟我谈健康 其实没必要担心未来 因为当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搞不好就没有未来了 你想一个问题 大家为什么降价 之所以降价是因为竞争激烈 仓库都堆满了 再不降价卖就要停产了 再说了 国六币降于2023年7月1日实施 如果不降价卖 留着国六库存车煮着吃吗 留给燃油车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降价 你不降价 相当于找死 反正都要死 至于怎么死 完全看自己选择 其实降价后的价格 才是正常价格 原因很简单 不是因为现在便宜 而是因为过去卖的贵 我希望未来的标准是这样的 B级车12万 A级车6万 如果大家能沉住气 降价还会更猛烈 不管怎么说 一切都是优胜劣汰自然法则